简略地說出來 說預言這個恩賜 可以將不信的人的隱情 顯露出來帶人信主 在《光臨多前書》14章24節那裡說 《若都作先知講道,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盡來, 就被眾人勸醒,被眾人審明,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 就必將臉伏地敬拜神說,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 這個經文就是支持到先知講道原文就是說預言 有些不信的人進來 他就講出那個人的隱情顯露出來 他就敬拜神,就說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 就是說這個恩賜能夠知道人的情況,他的需要 然後講出來,能夠帶領有些人信主 那本書叫《權能報道》都有介紹到這件事 就是講到有一個人,他是帶動這個靈欣運動的 他在飛機上看到一個人的頭上,看到有個字是姦淫,英文的 那他就跟著有個意念有個名字,Linda出現 他就問他這個名字對你有沒有什麼意思 那個人就很害怕 就拉他到一邊,又問他為什麼你會知道這個名字 他就告訴我,是神讓他知道的 那個人聽完之後,就知道神知道他的犯姦淫 原來他的婚外情那個人就是叫Linda 他就在當時願意信耶穌 然後就甚至向他太太在同一個飛機上去道歉 承認他的罪 然後就帶他太太信主 那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知識言語的恩賜 使用在全呼音上 不過這個使用呢,我們是需要有智慧的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是未必適合這樣 這麼直接的講法 有時候是需要用詢問的方式 譬如有時候說,他家裡有些問題 我們可以不是說 我看到圖畫,你家裡有問題 而是問他 你家裡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需要耶穌幫你 這樣用詢問的方式 就是知道那件事是他的問題 有詢問的方式 那也是求神給智慧 因為神可以給智慧說 當時就是應該說出來的 那時候,如果神說說出來 那我們就說出來 那這個就是第一段講到 就是說,可以帶領人信主耶穌的 好了,那第二點呢 就是聖靈指示一些關於某人的知識 可以是知道他的需要或者問題 叫人知道怎樣去幫助他 怎樣建立知識 下面跟著講怎樣建立知識言語的恩賜 就是說知道某人的情況或者需要 我們建立這個恩賜的方法就是多些親近神 多些安靜等候主 多些留心靈病神 就是說 留意聖靈的感動 尤其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有的聖靈感動就是 知罪 我們犯罪的時候聖靈會感動我們 我們會一直不舒服的 這個是聖靈的感動 那我們就回應聖靈的感動 以及留意那種神傳遞這種意念的方式 或者有時候神感動我們去做一些 比如去傳福音 去幫助某一個人 或者對於某個經文的回應 我們留意到那種意念 在內心出自我們的內心 跟我們本人的想法有什麼不同呢 本人的想法呢 出的地方好像在腦子裡出的 而且是經過思考出來的 但是聖靈的感動 比如知罪 或者是神的話語的感動 就好像在心裡發出的 那個發出點是不同的 比如說有一個人 用一個大家會明白的 經歷到的事情 比如當大家很想買一件事的時候 就去想一下哪裏買 這裏買 買什麼 哪樣產品好些 我們就發覺那個思想 在頭上出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想 你試一下 不如一會我要出街 我一會要出街 我一會要做什麼 當你有這些意念 你發覺在頭上出的 但是聖靈感動我們知罪 在心裡令到我們 好像哭哭的 或者在心裡發出一種 提醒我們要做某些事情 回應聖經的話語 大家在這方面有沒有這個經歷 有沒有這個經歷 可以回應 現在 有沒有發現那個位置是不同的 比如想回知罪的時候 是不是好像在心裡走出來 或者有些神的話語走出來的時候 好像在裏面自發走出來的 是的 在裏面自發走出來 也是中的 什麼叫中 就是講中你的事情 是講中的 例如這樣 我一直在生氣某個人 例如 舉例 那就是 心就顯示到 可能有很多事情令到我沒有起落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不原諒某個人 那我心出來 就是中的最重要的事情 嗯 還有 心出來 就是 就是 說了出來 就是 心裡面出來的 自己是不會辯駁的 就是 是啊 就是 那個心會說 是啊 但是如果在腦裡面 想 自己的腦想 其實是 自己想了很多事情 合理化自己的 但是如果在心裡出來 是會軟化多些 就是不會辯駁 是 就是 好像那樣東西 是會是 我們知道它是真的 在心發出 但是頭腦想出的 就自己會想 啊 買這個買那個去哪裏 去哪裏 那些會 自己一直衡量的 然後呢 在心發出那種 譬如知罪 是知道自己有罪的了 不過心肯不肯聽話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 在 我們真的肯服神的時候 真的很快聽話 但是有些情況 我們的心會在那裏 在那裏 不想聽話 在那個心裡面 但是越聽話 神就越起越了 OK 還有沒有其他人發現這件事 就是 聖靈的感動 和我們自己想的東西的分別 我自己呢 那就是 想事真的是用腦去想的 但是每次 神要醫治我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是心 和心開始 有一件事出來 要提醒我 要這樣做 要處理些什麼 這樣 那我就得醫治了 完全不關我老的事 真的和心出來的 那件事 譬如今次 我 我 之前神醫治了我的鼻子 那我就沒有留意 那個喉嚨是很差的 它就情是發炎發到 到他的頸下面的 但是當有一天呢 聖靈提醒我的時候呢 真的 那個心 在那裡 覺得 很迫切 需要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處理著 就好得七七八八的了 很感恩的 OK 好 那大家都嘗試留意一下 是不是呢 就是說 聖靈的感動在法治內心 大家在這幾天留意 然後呢 就可以在群組那裡 回答 或者是下一次Zoom的時候 可以分享 然後我們想事情的時候 大家留意就是 要想一下今天做什麼 買什麼 做什麼的時候 是看是不是留意 在腦子那裡發出的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是 是我 忽然間在今天說的時候 才留意到那個分別 但是我以往有這個分別 但是我沒有能夠 將它說出來 就是這次呢 我是將它 identify 就是指明出來 我就發現到 咦 我知罪的時候 那個心是 在心那裡發出的 那好吧 跟著呢 就是 第三點 就是有些人為人祈禱的時候 可能會感覺一些身體的不舒服 啊 是它本來沒有的 可能是聖靈給它知道 對方身體 某個地方有健康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為人祈禱的時候呢 都會感受到對方身體不舒服 在自己心裡面感受 感受到的時候呢 就會 就是可以問一下對方 你是不是身體某處又不舒服啊 那這樣東西都有 很多人有這樣運作的 在他帶領聚會或者帶領祈禱的時候 他自己覺得有地方不舒服 他就會問人了 你中間有沒有有人 是膝蓋現在痛的 你的頭那裡有些不舒服的 這樣 他就說出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知識言語的運作啊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一點呢 就是 請大家回去思考 回應 就是說呢 是不是我們收到聖年感動 很多時候是出自 在心裡發出來 並且呢 是好像 很說服性的 就是我們知道那個人是對的 不過有時候我們可能會不聽話 那麼 聽話的人就會很快去順復 那麼 我們有時候會在心裡面會想不聽話 但是呢 就不會否定那樣本來的東西的 就是 我們可能不想順復 那麼 我們都留意到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刻意去順復了 當聖年感動 我們做某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刻意順復 那麼然後呢 我們頭腦思想一件事的時候 你今天留意一下 當你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你會發覺那個位置是很不同的 那麼大家留意一下 那麼我們 然後呢 我可以將這個 就是寫成一個結論 是一個我們經歷到的結論 這個是一個提議 當然沒有絕對 我可以這樣去解釋那個分別 但是這個從經驗呢 是 我自己就恆常發現那個分別的 那麼大家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恆常這個分別 那麼 還有我自己是知道神感動我的時候 我是神啊 我聽你說 我願意順復 我聽完你說 這樣 那麼這個是我 我是學到回來的 就是以前我都曾經多次 是聖靈感動的 我不聽話的 這個是我們基督徒成長的一部分 就是說 會不會聖靈感動 我們離開某些罪 但是我們不肯 或者聖靈感動 我們要做某一件事 但是我們不肯 然後一路聖靈一路說服說服 最後我們願意 那麼這個呢 就是 在一個內心的 聖靈與情慾相爭的情況 然後後來我們願意 那麼大家都留意一下 這個聖靈與情慾相爭 我們的情慾有多久去順復神呢 那麼求主幫助我們 在這方面順復 那麼我們今天 解釋到這裡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讓我們祈禱一下 如果有問題 一會兒祈禱討才要問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神你真美好 多謝天父 神你真美好 你是滿有恩典慈愛的 我們全心仰望你 全心倚靠你 神必然祝福 求主幫助我們 時時有一個順復的心 來到你面前 留意聖靈的感動 留意聖靈的帶領 我們就更加容易領受 這個知識言語的恩賜 智 智慧言語的恩賜 和說語言的恩賜 作先知的恩賜 求主耶穌感動我們的心 讓我們心裡柔和謙卑 心裡平穩安靜 能夠領受聖靈的聲音 多謝天父 楊求聖靈充滿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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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花我心 恨求死你改变我 恨求死你 充满我心 恨求死你 死放我 恨求死你 用花我心 恨求死你 改变我 恨求死你 用花我们的心 恨求死你 帮助我们更多聆听你 留意你的感动 信服你的感动 整个生命献上给神 求主亲自 带领我们 使用我们的生命 我们愿意被神的灵 带领我们进入神 完美的计划 主求你射灭我们的罪 我们很多次不听你说 就拦了圣灵的大领 也拦了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 结果受损害的是我们自己 求主赐给我们悔改的心 真的知道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求主耶稣射灭我们 拯救我们 更新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 顺服圣灵的感动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留意圣灵的感动 留意圣灵的带领 多谢耶稣 在这一阵我们有短短的时间 大家等候神安静 你留意圣灵 在这阵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尤其有些东西我们需要改善 有些什么圣灵需要提醒我们 悔改离聚或者顺服神的 我们有少少的时间去等候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